因為他裡面就有四個國際班加入出圍 但是出圍的規律就是你一定要清晨 所以他們就很難過 因為一旦清晨就被當下 所以他們另外開的國際班 但是不加入出圍 沒有關係 你用你的方式去做 開班第一天正常 第二天呢 剛好先一先在道場裡面活動 結束以後出國際班 那番次過去講道場裡面 第三天解散 很簡單很現實 第三天解散 因為他覺得你們就是道場的真正開 你們是最有目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出書 會講這一些 會是很重要的一個秘書 但是你在道場上是沒有問題的